开摘节和摘戒月到底有什么不同 当你还以为开摘节是马来新年 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先从摘戒月说起 摘戒月对穆斯林来说 是一年当中最神圣和高尚的月份 因为希望可以获得真主的喜悦 所以在摘戒月期间 他们会请求身边的人原谅他们的过失 而开摘节则是穆斯林完成摘戒一个月考验后的庆祝日 说到来开摘节也不像是新年 我相信大家都会好奇 那么穆斯林有没有新年呢 欢迎穆斯林的朋友跟我们分享 那么Selamah Hari Raya Adifritri Ma'af Zahir Dambadim又是什么呢 Adifritri就是指回到本性的意思 Ma'af Zahir Dambadim就是请求原谅所有过失的一切 他们希望通过开摘节得到亲友的原谅 让大家过一个愉快的佳节 值得关注的是 虽然我国规定马来人需要皈依回教 但不是只有马来人是穆斯林哦 其实也有华裔穆斯林 因应穆斯林的出现 是不是很有趣的现象咧 有点准备 有点准备 有点准备